各位凤凰娱乐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薇 当然觉得 挺难演的 而且我看剧本的时候 先开始是黄渤跟郝雷 就是说一对夫妇 去失去孩子的故事 我看剧本 我看到他们的戏 我这个人物还没上场 我已经哭了好多回了 就看剧本的时候 然后等到我这个人物 在上场的时候 我反而没有太多感动了 更多的就是 比较理性的在看 我就觉得这挺难的这样 因为大家都是面对一样的事情 但是 就是作为前面的故事的前半段 已经展开得非常丰富了 到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又觉得这人物非常吃力 这样的 是一个非常难 非常难 难养好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 一方面 当然我希望能够跟程可兴导演 有一次合作的机会 因为他的电影我也很爱看 但一直都没有合作过 而且我觉得我也相信导演吧 拍出那么多好看的电影 我相信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的话 我也应该去试一试 这样的 从来就可能从来没有演过 是这么的就是 非常的 一个牛鸣的想法 嗯 但是这是不是 你这个 前面以来就是 你觉得最大的 到目前为止来说 应该是吧 因为我想也没有几个人 愿意演一个不化妆 还弄得非常 就是沧桑的一个 一个中年妇女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 对 反而希望他多一点吧 我有时候睡觉睡得比较好的时候 第二天气色特别好 我还说 哎呀 不对啊 今天气色很好 一点都不憔悴 这样的 对 嗯 可以让他憔悴一点 有时候脸上起了一个痘啊 长了一个包啊 或什么什么的 看起来人很糙的时候 他确实更有质感 这样的 嗯 嗯 嗯 当然没有机会去体验生活 但是我搜了很多资料 去看 嗯 我看了很多纪录片 就是关于这方面 就是说的新闻纪录片 对 我觉得还是对他对这人物当时的心里就是想的比较好 比较细吧 还是对心里的这种把握比较的这种充分吧 这样的 对啊 然后也看了不少这种纪录片跟社会 社会写实的这种关于儿童走势的这种纪录片 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就是老百姓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的人的状态 就不管是拐了孩子还是还是埋了孩子 还是警察 我都看了一些这样的 嗯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见过那个原型 这样的啊 我没有看过导演要改编这个电影的纪录片 我没看过 对 但是我不是说我在网上搜了很多东西看吗 我昨天在威尼斯首映 然后出现后面的那个 那个原型 我才说啊 我说这个是原型吗 当然说怎么了 我说我搜纪录片的时候我有看过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导演要拍的原型 对 可能更清楚作为一个演员 我需要做什么吧 对啊 嗯 嗯 在演的时候 当然时时都会跟导演去沟通 我的想法 导演或者编剧有好的想法 也立刻会跟我沟通 对于我们要一起创作一个角色嘛 嗯 有没有能够 角色上面的设计是你自己的设计吗 所有的设计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嘛 那你所有的设计都是我提出来的嘛 对啊 这样 对啊 其实这个跟原型不太一样的就是 它中间有一个 就是它维生的那个灵工症的 然后包括就是反应了 这些是跟原型不太一样的 嗯 这个就是编剧跟导演 就是喜欢的方向吧 因为本身电影就是导演去主导去创作的 这应该就问题应该问他吧 那对于我来说 我只说他的行为在这个人物身上 我觉得是合理的 主要是合理的都可以 嗯 我也相信 但是这个人物他要做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 那就行 嗯 他一直去 我会一直在做这些 比如说 我想把这些人的设计 嗯 那如果在生活中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说 你执着意料是不顾一切争取的 还是说 放下去 只能不要自己设计的 我肯定是不顾一切争取的那种 这就是不认计的 不会轻易放弃的那种人 对 包括他就是有一个怀疑的 当是在那里电影结尾的 但是你会想这个人物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预测他做错 有什么样的 就是身材这个海拔 还是说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 就看观众了 观众的性格 跟观众的态度 会改变这个人物的结局 就不可能说 所有的观众 都是同一思想 他应该拿掉这个孩子 或者是 他应该把他生下来 这完全是由观众 是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决定的 其实当然导演可以 也拍一个 他怀孕的版本 也可以拍一个 他拿掉孩子的版本 但是 我们就觉得 没有必要了 这样的 那个 就是在 像是 刚刚是在 深圳的开玩笑 那些戏 那些戏 很多在大街上 那些戏 你是 是非常 超开心的 还是说 就是 实际的 看 旁边是 全种演员 对 对 嗯 嗯 这些戏里面 情感 非常 有关 然后 然后你觉得 让你最功夫的一场戏 或者是让你最难演 最复杂最难演的一场戏 最难演的一场戏啊 我觉得每一场戏都挺难演的 嗯 对 而且他们的难度都差不多的 嗯 就没有一场戏是 随随便便演就可以的这样的 嗯 对 因为他本身 因为他本身 就是 遇到的事情都都不是一个小事情 虽然他是个小人物 但是小人物遇到的这种事情 都对于他来说都是个大事件 其实有时候去接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 他有一些重场戏可以发挥 可以爆的这种 可能在整部电影里面也就两三场 嗯 虽然这个人物是差不多 就是快一半的时候就才出现 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每场戏都需要你很多的情感和能量 去爆发这样的 嗯 有外媒这个评价里面有一场戏 就是你爬到那个窗户上 就是跟那个相见的那场戏 觉得是最感人的 然后 嗯 看那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确实就是 嗯 那场戏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那场戏拍的时候 一点都不感人这样的 因为我太累了 我那天连着拍了三天的三场重场戏 早上先来去跟院长说 我能不能看一下孩子 要不然我找律师告你 下午拍跟院长吵架 你也知道跟同那伟 在那跟院长吵架 吵得很崩溃 晚上再接着拍 去看孩子 到晚上12点一点 我被吊在那个二楼上 真是欲哭无泪 我真的好累呀 对呀 所以就欲哭无泪的状态其实也是 不 但是你不能也欲哭无泪这样 你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 适合这个情节需要的状态这样的 这种的戏是拍摄密度很大的 所以你现在要拍自己三场 不也就那一天拍的最多 其实平常都是非常正常的 早上因为我也不用化妆啊 也都不算特别二十分钟吧 全部搞定 头套一戴 就就可以挺舒服的 就是在化妆造型方面 虽然大家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这种 但是很轻松 就是从内戴来说 他的情感会很累 对那会很累呀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一次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我一个东西还是在演戏这个上面的一个 一个批课的一个 那你自己怎么看 就是说 那么多的投资来说 这个电影 这个角色是什么 你会说 尤其是可以中国以后的 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 因为基本上 第一个分手 大家就说 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觉得表演 表演也是一个 就是一无止境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相信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演员会站出来说 我的演技是最好的 没有人比我演的好 全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演员 敢说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个行业 这个东西是没有镜头的 就是说是 所以我对于我自己 比如说我导完电影以后 我还要去做回演员 所以我之前我也说过 我说我对于表演来说 我并没有特别的满足 觉得我演的多好多好 或者甚至于觉得 我总是觉得我总是觉得我还需要更多的这种表演和表达 我觉得最终我的感觉是对的 我还是需要锻炼 这样的 嗯 当然就是说你不管做演员还是做导演 我觉得你每一部戏 每一个工作 只要你去用心去做 你每天都能学到东西 你不用心做 你拍了三年五年 你还可能退步 只要你去用心对待你的事情 你一定会有进步的 每天都可以进步 嗯 那通过这部戏之后 有没有说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些影响 比如说更加厉害 或是一个地方的这样子 还是在这方面 有任何方面的 我个人认为 更加的保护自己的孩子 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反而希望这个电影出来以后 我们的全社会 或者我们的政府 多多能够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孩子不应该是靠钉的 嗯 而是要一个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去保护他们 不能每家人都把孩子 拴在裤腰带上 其实 我倒希望是一个 大的氛围力量 去帮助每一个父母 而不是每个父母 看完电影就想好 孩子看好 我相信 这个电影出来 也不会那么小的一个提示的作用 嗯 如果抽出来 你有性 就是这两方面 他对电影表现的这两个 双方 你其实都同情了吗 我都同情了 因为我觉得他再说到后来 他已经不是说对于孩子的拥有和失去 他其实在说人性吧 我觉得 就人 人不管遭遇怎样 或者是身份和立场怎样 他的人性的东西是很美好的 嗯 这方进入不定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强过两天来 你问他 对 我也 我也 我这 我这 也 也等着呢 因为上次问你的时候 你好像说是 年后就可以拍 就等学 你们还会再继续留下来是吗 会碰到李强老师应该的 把这问题丢给他 对 因为现在在等他的剧本这样的 对对对 嗯 所以 对对呀 包括我们昨天电影手应 陈冲就坐在我旁边看嘛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俩也一直说要合作合作合作 对呀 你还是没有可能 就是 还是在准备当中吧这样的 对 还是你自己下一部的 这个导演 即使你有计划vention 还是要做的吧 但是最近片액有点多 这样的 还是跟李强老师合作的 嗯 对啊 应该是 嗯 好 谢谢 嗯